大家好,这个两周前,我们在比斯特安心头的客户,后院的加盖和全屋的翻新工工作,我们当时其实进度比较慢,都没有怎么做完,然后今天因为屋主要着急入住,因为小孩明天要上课,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完全完工,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具体完成了多少。 那这个就是我们新的大门,新的大门进来,这个wholeway进来,换新的staircase,然后全部漆白,然后这边就是新的launch,launch,今天是reception room,还是保留的be window,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动作了,实际上就是把墙皮去掉,然后重新漆上这个奶黄色,然后打磨了它下, 它原来留下来这个比较,比较复古的这个门厅啊,然后这边就变成过来,就变成一个半open plan式的一个family room,可以弹钢琴啊,或者是,嗯,这边放一些沙发呀,或者是一个reading area都可以啊,那我们再过来,那就是我们新加盖的这个, 好比较乱啊,不好的死大家,新加盖出来是一个厨房啊,厨房,厨房,厨房,这个是我们安心头的这个屋主啊,他们选的这个绿色啊,这个真有品味啊,绿色的这个墙壁,灰色的这个unit,加上浅灰色的地板啊,很有品味啊,很有品味啊,很有品味,然后呢,我们这个没有完工,其实最大的地方就是在这个,厨房这一块, 因为我们是在两周以前才决定了要用这个granny tops,就是大理石,白色的这个带花纹的大理石台面啊,一直没有deliver到,所以说我们这个全部都搁置了啊,基本上它最快啊,是下中三,还有三道,然后呢,这边过来啊,原来是一个小的,叫厨房啊,那就变成一个utility,utility,utility,那这边就是,啊,台面啊, 这个不是大理石台面啊,这就是marble啊,marble effect,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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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wooden effect的这个台面,然后上去啊,上去这个是,那么unit,unit就,这变成unit,然后这边就是,boy了,啊,boy了,啊,然后我们这要空在这边,空在这边,然后等到我们收到plumber issue,这个certificate,然后我们再把它折起来,啊,折起来,然后我们现在上, 上楼看一看,上楼看一看,啊,天气比较晚了,啊,今天不要忙,忙碌的一天,啊,楼梯其实没有什么大变化,我们就换了一个这种wood effect,然后漆白的这个这个楼梯,啊,那我们最后变的是,这个啊,这个浴室,浴室原来这里有个非常大的方,那个water tank的一个,一个地方,全部弄掉了,其实,啊, 啊,就是实际上很简单,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design的感觉在里头,就是,刷白,拆掉,重新换新的东西,啊,啊,剩下就是落室,落室就更简单了,其实就没有啥,就是刷白,重新刷牙,就是很,很非常simple的东西, 那,这个项目的这个,难点也不是没有啊,也不是没有,是时间太赶,到今天为,为止正好是50天,从开工第一天,包括我们画billion control,图啊,是一边画一边开,啊,非常赶,啊,50天者,啊,虽然说的项目小,啊,但是50天,这次这个,建筑商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惊喜,很大的惊喜,啊, 啊,这边就是没有什么,就是我们把一些美必要东西都敲掉,可能这样,那我们,这次,难点啊,就是时间嘛,还有材料,啊,就是,材料啊,成本啊,一直在涨,时间也是因为小孩要开学,啊,没得不能当用小孩学习啊,所以说,一直在赶,啊,一直在赶,那,比较开心的是,除了厨房台面以外, 绝大多数都完工了,可能还有一些小touch up,啊,比如说有一些地角线,可能还要重新再补一补楼啊,什么的,大多数情况下,都还是不错的,好吧,那欢迎啊,大家留言啊,或者是在群里头,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,啊,这个项目还有什么,很需要改进的,啊,好吧,好,谢谢大家,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,谢谢,谢谢,我们小牛津见, .